因为我刚装好这套软体 所以它多出现了一些小动画 就是在告诉我们新功能 可以吗 更轻松的格式化 好 我知道了 另外看到它是什么颜色的地 就是黄色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你要点什么 就是点这个黄色 黄色 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 然后接下来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其实的画面 你看如果你想要知道新增功能在这里 这是超连结你可以点 然后接下来Power BI的部落格 还有论坛 这里面都有很多人 你可以直接提问 一定会有人来回应你 但是你要问的是英文 你不用担心 直接到Google翻译里面 直接输入中文 它就可以帮你翻成英文 我觉得它那边一直都在不断的提升 好 我们就直接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它不死心 它还是希望说 你如果可以登入的话 你可以去做共同作业 即共用 什么叫共同作业 绝对来说 你要知道 我现在我 我只能使用开放资料 对吧 开放资料 是绝对可以拿过来使用 但是你们单位 你回去算 一定是算你自己的资料 你自己的资料 是不是希望给谁来去看 算完之后 要给你的老板来去看 这些结果 那说你 可不可以直接放在微软云上面 不行 当然是不行 所有现在台湾的法律 完全没有上云 只能落地 落地就是 你自己在你的单位里面 建立伺服器 警供你们内部的人使用 可以吗 尤其是卫生单位 卫生单位 因为 反正就是 这些要使用上面 都是要非常小心的 现在连那个疫苗 疫苗护照 疫苗护照都还没有上云 这是蛮可惜的 也就是你到时候 你出国 记得一定要带你的黄卡 对吧 但是你看黄卡上面 一定会有英文 这是方便别人来去看 如果有了疫苗护照 上云 那直接你在过美国海关的时候 他就直接去敲一些 透过你的护照的连线 就直接可以取得 你有失了 第一季什么时候 第二季什么时候 第三季什么时候 这种是不是会比较方便 这样可以了解 目前台湾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 允许上云 现在我们所使用 享受的这个共同作业 都是要使用微软公司的云 所以通通是违法 这样了解 所以我就建议你们 你们到时候 只能建立自己 就是买伺服器 然后自己在你们单位内使用 所以它就有一个 内部伺服器的版本 那个都是上千万起票的 所以它有一个替代的方案 只要你们单位 曾经有买过SQL Server 它就让你免费 可以去搭建使用 可以了解吗 所以你们单位 一定有买SQL Server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件事 反正那是另外一个版本就对了 好 那 稍微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那所谓这边的共同作业 这边 这边我到时候还是会使用 因为只要是大学 只要是大学 全部每一所大学 它都可以免费使用Office 365 也不是免费使用 教育部都给了足够的钱来去买 所以每一个大学生 大学以上的学生 他都拥有这一个免费登入 也就是使用Office 365的权利 那如果你有Office 365的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Power BI 就这么简单 好 但是为什么微软公司会愿意花大钱 让所有的学校单位是可以使用的呢 因为这些人总会毕业 毕业完毕之后 就会继续使用微软公司的产品 这样大概可以理解他的商业政策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共用 共同作业及共用 就先暂时关掉 我们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Power BI 那你们现在应该都已经开启了Power BI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最上面 最上面功能区 这我想没问题 而且他的功能区很少 很少功能标签 非常少 常用 档案跟常用 简式说明 我想这绝对都是 你在很多软体都会看到的 然后呢 插入 我想应该也没有很大问题 最大问题应该就是这个模型化 对不对 这模型化 这翻译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建立模组 建立资料模组的意思 通常最重要的就是新增函数 好 新增自己去做一些函数的建立 好 那我现在重点要讲的 就是 常用 底下的每一个功能 是不是都很重要 对吧 才叫常用 好 但是 你要是没有登录 最重要的发行 它就不让你发行了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课程是 不谈发行这件事 所谓发行就是说 你把它做在什么 做在微软云上面 然后产生一个网址 你的Mobile版 你主管 就可以使用你的手 就可以使用他的手机或平板 连到这个网址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可以使用这件事 因为大家现在都没有 Office 365的帐号 所以这边我就没办法去讲这件事 好 那期待希望以后你们有进阶 就是高阶一点的课程 我们再来谈如何让他 就是进行所谓的一个 发行伺服器的版本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常用底下功能非常重要 你们一定都要学会 可是其实简单说就是 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他要取得资料 取得进出口资料 取得那个疫情期间 新增确诊人数的资料 好 那 资料取得进来之后呢 你要很重要的去做 Transfer 好 那Transfer完毕之后 又必须要 透过这个资料 来去做第二次的load 好 这构成了所谓的ETL 也就是资料清理 好 这套软体 他可以做资料清理 Excel 也可以做资料清理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我在五月份 去帮台中科技 台中教育大学 台中教育 反正以前我们 我们那年代是叫石砖 反正他们就中部的 他们一开课是十几个学校 一起开课 然后要我去教他们ETL 这件事 ETL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接下来 这个功能 常用的功能 结论 你每一个都一定要会 好 再接下来 这左边 左边有三个 你游标轻轻的移过去 我说稍微放大一点 左边 第一个叫报告 就是你画视觉画报告的地方 也就是另外一个名称 仪表板 仪表板 再来就是资料 资料 这就很像那个 Excel的工作表 到时候有资料 我才能够秀一下那个画面 再来你看这个图示 你就要知道 它是一个关联 但是他这边又用了一个英文单词 叫做模型 好 不过这三个真的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画图的区域 这是我们的画图的区域 那 如果等一下你有资料 你点它 它就像一个工作表 以色谣的工作表 好了 再接下来 这边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筛选 视觉效果 跟栏位 这三个东西 等一下我们要花好多时间来 去跟各位分享的 好 这是我们的 视觉画分析的地方 这边有 最左边有很重要的报告 资料 模型 好 那最右边 最右边有 筛选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就是画图 如果你觉得这些图 不是很好 不够你画图 没关系 这边有点点点 你才可以取得更多 只要你是微软公司的会员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它放在网络上的一千多种 一千多种 你觉得还是不够 没关系 你可以结合R R就成千上万种 画图的工具 就是R 那都可以结合来去使用 绝对够你使用 可以吗 而且这套软体 它结合R跟Tyson 我觉得结合的还算蛮不错的 这一样也要等到进阶层 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 大概知道了 Power BI的各元件 像功能区 然后这是我们在做图的区域 然后这是我们看要画什么图的视觉效果 还有栏位说明等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赶快去下载我们的范例 然后把范例叫进来 那 那 好